这是11月19号11点26分 刚刚一样右手 现在一样左手 今天早上九点来的时候 血要非常的高 妈妈的神情也非常的紧张 所以就没有用按压的方法 用插柔的方法 然后血量就降了 降到120、130 而且我有请故事来看 他说那床头药要高 因为血要很高的原因 那现在从10点半多到现在 那我又回到了养护所 看看现在血压是怎么样 现在血压是123、74、72 时间是11点31分 我觉得这个血压已经OK了 所以让人家血压不要太低 我准备把它的 让床头再次的要低 我来说这些血压就好了 咔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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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次的腰底 現在現在是跟那個 我幫他看一下他的腳 他的腳是 腳跟 現在 剛剛腳也給他穿上襪子 原來看的時候是沒有穿襪子的 現在把襪子穿上了 這邊 這邊的腳 伸到這個地方來 跟那個腳是幾乎是 是伸直的 我們把腳亮高 腳亮高 剛剛他的這個 左腳是 排的很高 現在是拉平的 嗯 我不想去動他的襪子 那之前是那個水腫的很厲害 按摩了以後水腫就比較消了 現在看起來從外觀看起來 OK 沒有沒有很重 摸起來有一點點 但是跟之前比起來差 這裡沒有重 這裡有一點重 這裡有一點重 這裡是OK的 這裡有一點小腿的情況 這裡有一點小腿的情況 好 這裡有一點小腿的情況 OK 放心 謝謝